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疑问 今年的七月新番机是被恋爱凡所统治的一个赛季 有顶配大作 有小众精品 有甜度爆表 有微妙男评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缔造出一位高人气角色 但无论是狗粮皮疤伤 是骚话以摸多 还是八败好兄弟 这帮参赛选手身上都有一个经常被提到 足以称之为核心魅力点的词 反差萌 而这个也正是本期视频的主题 到底是浑然天成的反转魅力 还是内循环式的自我对比 欢迎来到三上的萌书性研讨小课当之 无处不在的反差萌 所谓反差萌 指的就是在某个时刻 角色突然展露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性格行为或外貌特征 产生强烈反差感的同时会让人觉得萌度增加了 也就是说反差是过程萌是结果 反差的营造是为了凸显角色的萌点而存在 就像天之碑里呆毛的黑话只能算反差 但在幻想嘉年华里的放飞自我 就是标准的反差萌了 当然这方面其实还有个更完美的案例 请看VCR 这些就是反差萌中最常见的性格反差 不过真要提起反差萌 我相信大多数人脑中第一个想到的都会是 傲娇 这像经过一代又一代观众层层严选的经典萌手镜 绝对当得起是反差萌的最佳代表 以三分傲七分交的配比为黄金比例 轻易不出手 一出手这是最无解的全场通杀 这一分区的杰出三赛选手实在是数不胜数 老范就不多提 就说近几年的新番里 也有着诸如会业大小节类的四宫会业 恋爱超人里最早登场负责新手教程的怨田唐英 拉布赖欧星团里的大王剧族城平安明镜 一世界舅舅里总是被全场迫害的大舅妈精灵 每一个在当季新番里都有着不俗的人气 由傲娇所演唱出的诸多萌属性 也同样建立在反差萌之上 其他萌属性里也有三无腹黑天然黑高宫地方 等等一大堆反差萌属的优秀选手 而除了这种固有性格赋予的反差 和外部推动带来的反差 还有一种就是自身故意隐藏起真实性格 面对不同的人时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待遇反差 没错 咱说的就是这位妻女子 当爱丽已经大实力 当老爸只能做兄弟 当妻丧已经成人气 到头来大赢特赢的只有我们的周防游戏 人前女神人后神轻 两种反差萌度分泌 放到哪个当正番里不是百分百的赢赢赢 这个女人她可以是这样的 也可以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甚至是这样的 所谓看动漫看动漫 任何一位角色你的首次接触 都必然要先用眼 去看 因此外形方面所能制造的反差感往往会更加直观 能成为动漫女神的首要前提不是性格不是剧情不是设定 而是 长得好看 其中最简单之间的莫过于年龄反差 角色的实际年龄外表年龄心理年龄把这一项给她来一首反逻辑的排列组合 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相当有趣的反差萌 提到这个话题 那就必然说起其中最有趣的年龄更 众所周知 二岁元美少女当然永远都是美少女 但如果美少女本身对自己的年龄十分在意的话 那就会成为一种非常容易被迫害的反差萌 最初来源于老拍圣游景上喜九子的一次整活行为 在98年那档电台节目里 十年34岁的景上喜九子和17岁的新人圣游山本玛丽安搭档主持 后者先自我介绍 我是山本玛丽安17岁 完了喜九子立马跟一句 我是景上喜九子17岁 此后他就时常在各种场合的自我介绍里说自己是17岁 谈到具体验证是永远只会用17岁加恩田来表达 被一种粉丝挑感为17岁神娇娇主 而这人的配音生涯后半段又是个欧卡桑专业户 像是向云姓李小敬小思的母亲中美系 古剑桐也有交流障碍症里古剑的母亲古剑秀子 都在作品里玩过永远17岁的涅他太斯 当然把这个狗玩的最知名的 必须得是那位永远17岁不知零多少个月的紫色 紫色美少女巴云姿 来自经典童人系列作品东方口哒的一位人气角色 至于你要为什么是东方的话 说起来巴云子的年龄岗其实源于同人二十 不过毕竟是东方嘛 同人才是其精髓所塞 甚至其他作品出现此类大龄女角色时 多少都会带一点紫妈式的年龄羹 就像FJ屋里同样也是紫色的凯尔特英领斯卡哈斯卡蒂 无论是官方剧情还是民间羹徒 提到诗将基本都少不了满满的年龄迫害 而如果把组合换成年龄小家外表成熟的话 那就更是无需多言 不如直接上案例 像是更依然有追逐爱河里的潜心兽 策务者拿破莲同学里的大成美月 还有大家更熟悉的我心为女主三田姓奈 而有些角色明明年龄小 却表现得很成熟很会照顾人 比起后辈或妹妹更像是妈妈 而在某些时刻又会表现出符合年龄的行为举止 算得上是一种双重意义的反差萌 就像青衣少女里平泽姐妹中的妹妹平泽优 大概是最早的结像妹妹像妈的倒翻天杠了 只能说不愧是传说者的无仙妹之手 实至名贵 此外还有明明年龄是学姐 卖起萌莉却比学妹还学妹的 赵比奈十九流和史泽妮可 还有各类作品里那些化个姐姐硬跟你说是妈妈 都算是一种年龄上的反差萌 而和年龄一样简单之间的还有外貌反差 说白了就是在前期藏一首角色的实际面容和体型 后期找个合适的时机把伪中一掀 给广大观众来一点小小的反差震撼 其妙处在于当大伙已经对这个角色形成固有印象时 你突然来个纯家奔向的大转折 这种反差萌确实很容易让人过目难忘 像是鬼灭之院里天天带着个头套猪突猛进 实则是三小只里最秀气的嘴平衣之珠 我有人者里求到一组专属受身素权的蝶化之术 想当年多少人和我一样震惊于猪入蝶的蝶 居然不是惊艳 还有孤独摇滚里看似吐气又平坦的过气将 实则是为运动服所封印的身怀大气 除此之外还得有一项必不可笑的性别反差 毕竟伪娘伪郎以及衍生出来的TS 永远都是业界最提神兴脑的元素之一 总会让大伙在我不是那种人和那不是更好了吗 之间反复横跳要人老命 像是名作之笔IS里女伴男招的法国妹子夏洛特 别当我尼将里被妹妹养成了妹妹的续山追寻 春雾里差点就把大老师背弯的户冢采家 艾琳琳的那只公猫娘启事菲利克斯 还有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命运时针》本里 被伦太郎反复吟唱过无数遍的小男娘七元流华 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个角色的第一印象 和剧情展开之后的实际印象会存在着几乎 颠覆性的巨大差距 这种反差并非是有意为之的隐藏 也不是性格和行为上的转变 单纯就是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所造成的落差感 在前后的强烈对比下 就会形成一种要么横接地气 要么萌萌加分的反差萌塑造 根据印象的转变方向 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 先意后仰和先阳后意这么两种类型 前者说白了就是先给你个脸谱花的刻板印象 然后在打破刻板印象的过程中 展现出讨喜的反差萌 我们所出现的面恶心善 纯情辣妹 外柔内刚 轻浮淡靠谱 刀子嘴豆腐心都属于此类 像是不要欺负我长径同学里的 黑皮小恶门选妹长径走来 暗屋于里虎背胸腰 其貌本来带相当雅撒系的钢铁猛男 还有我个人认为 对这种反差萌运用最好的杀雕老漫话 冷面天使 本作男主白夜成一郎的长相 就突出一个能知小儿夜题 而实则内心是个品学兼优的24K纯好人 间隔善良快后温柔热心 比真严特的任何天使都更天使 但每次都会因为穷凶极恶的面相 和鬼使身材的物件 硬生热往别人下明白挑命 总之就是这种全程爆笑的奇妙反差萌 非常建议没看过的朋友来尝试一番 而至于后者人类先扬后翼的反差 其实就是那种咱们早就聊过的特别萌属性 惨念系 一种靠做减法得来的奇妙反差萌 有时候在一些外表优秀的角色身上 适当增加一些毁形象的缺点于槽点 反倒会形成A-B等于C但大于A的神器效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好好的妹子怎么长了个嘴 具体的大伙可以看看在下之前的那期惨念系专题 其杰出代表有肃情里那位改变业业的智障女神阿库亚 在马娘里人气断倒式领先的外星怪马黄金拳 约会大作战里顶着三五脸疯狂甩败节奏的折纸大师 还有每一次都会提到 但每一次素材都是常看常新的 勾求礼仪 这次咱就来看一个雏娘特辑 总的来说 无论你回看业界的哪个时代 反差萌永远都会与最具统治链的萌属性一直常在 是最好用最泛用 也是上线最高的角色塑造方法之一 无论你想要的是笑点卖点蒙点操点还是任何一点 反差萌的表现力什么都做得到 即使随着版本变迁业界会经历不同的版本答案 但你把角色的内核一拆开就会发现 八成以上的驱动合金还是反差萌这项业界最佳通界 它还会为观众带来多少惊喜值得我们为它拭目以待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关于反差萌的全部内容了 这期主题包含的要素实在多的离谱 篇幅有限 视频里没收拳的部分就捞换大伙帮忙补充啦 最后喜欢这个杂谈系列的话请点击关注按钮 下面这个您愁的哪个顺眼就随便点点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不散